但是我今天挑戰的就是你們司法院啊 司改國事會議分組會議的結論 寫得這麼具體 當初去開會也不表示反對的意見 等到成為決議了 現在才跑到立法院來 說自愛難行 司法院是用什麼心態在該司改國事會議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司改國會議就是建議嘛 建議給司法院 司法院就是回去有做意見 你的意思是說齁 今天你代表司法院來這邊表示的意見是 司改國事會議所做成的 對於司法院而言 純屬建議司法院要採不要採 這個是司法院的自由 你的立場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是怎麼樣 建議讓司法院回去研究這個可不可採 然後司法院研究結果 所以我就問你嘛 你們司法院在針對這個議題討論的時候 派去的官員根本沒反對啊 那現在是派去的官員沒有辦法代表司法院 那你們派他去幹嘛 他不表示反對 然後現在才在說三道四的 那你們派他去幹嘛嘛 還是當初去第一分組 司法院的代表全部都在睡覺 司法院你們就司改國事會議 您是不是第一組分組的代表 跟委員報告不是 你不是 那天你有沒有去參加 我參加的話應該不是負責這個議題 當初我是負責另外的議題 來我現在看到第一組分組 保障被害人與弱勢的司法 出席人員 刑事廳書宿兒廳長 刑事廳陳文貴法官 那所以是他們現在你們去列席的上面的資料是錯的嗎 不是資料是錯 我說這個議題部分不是我負責這樣 好 那這個議題部分你們當初司法院負責的官員 在第一分組所表示的意見是什麼 剛才是有跟我想說當初好像是沒有表示意見 當時沒有表示意見吧 那現在人家已經做出決議了 結果你們司法院想踢皮球喔 說政治部門解決 好啊 政治部門解決 你司法院今天講一個方案出來啊 如何政治部門解決 來跟委員報告 好 那這個因為是這個考慮到很多問題啦 就是說 你們考慮到的問題我通通都知道 細節我們討論法案的時候再來討論嘛 但是我今天挑戰的就是你們司法院啊 司改國事會議分組會議的結論 寫得這麼具體 當初去開會也不表示反對的意見 等到成為決議了 現在才跑到立法院來 說自愛難行 司法院是用什麼心態在該司改國事會議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司改國會議就是建議嘛 建議給司法院 司法院就是回去有做意見 你的意思是說齁 今天你代表司法院來這邊表示的意見是 司改國事會議所做成的 對於司法院而言 純屬建議 司法院要踩不要踩 這個是司法院的自由 你的立場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是怎麼樣 建議讓司法院回去研究這個可不可踩 然後司法院研究結果 所以我就問你嘛 你們司法院 在針對這個議題討論的時候 派去的官員根本沒反對啊 那現在是派去的官員 沒有辦法代表司法院 那你們派他去幹嘛 他不表示反對 然後現在才在說三道四的 那你們派他去幹嘛嘛 還是當初去第一分組 司法院的代表全部都在睡覺 那你們說要用政治部門解決好啊 司法院提具體的方案出來啊 如何用政治部門解決 那跟委員報告 那其實當時的司改國事會 裡面也有提到說 可以採取特別委員會組織的方式來解決 用這種 來請問特別委員會的組織 特別委員會所做的決定 可不可以除去刑事確定判決的計判例 可不可以 可以的話你就大聲講 如果你要做刑事確定的 當然是要用一般的訴訟程序 但是如果你有特別法的規定的話 當然他可以做一些特別處理 所謂特別處理 你的意思是 只要用特別委員會 就可以除去刑事確定判決的計判例 不是一個委員會 是特別法規定 用特別法規定來決定 對嘛 我現在不管嘛 你特別法規定是 你要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他所行使的是行政權利 還是司法權利 當然 你們這種模糊兩可的說法 在討論具體的法律設計的時候 是經不起檢驗的啦 你說特別委員會 那我進一步請教你啊 這個特別委員會 行使的是行政權還是司法權 當然是行政權 因為他不是 好如果是行政權的話 他可以除去過去確定判決的計判例嗎 那我剛才意思是說 那這個是要法律規定 好 法律要規定要怎麼規定 如果我法律做這樣子的規定的話 就可以除去過去刑事確定判決的計判例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那是 不是意思是讓說可以除去判 就用一個特別法律的方式 一個委員會來處理這些事 了解嘛 那所以我的問題還是成立嘛 有一個特別法 有個特別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所做的決定 可不可以除去過去 行事確定判決的計判例 行還是不行 原來的判決還是在嘛 原來的判決還是在 原來的判決還是在 那你這個特別委員會所做的決定 是什麼決定 比如說很多人是覺得說 那當時是政治的事件 是政治的問題 那就是透過政治的途徑 一個法律的規定 來回覆它是政治的事情 不是 沒有關係啦 陳法官 我剛剛的問題 我相信您聽得很明白 當然 我給你具體的建議 是回去 跟大院長報告 我今天在這邊所講的話 也請大院長 以曾經是我國憲法學者 非常多人老師的立場 把這個問題想清楚 司法院要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負責任的 派一個可以代表司法院立場的人 講清楚 你們政治部門解決 制度上到底要怎麼設計 跟原來刑事確定判決 計判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我們接下來在討論法條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而不是用一些很空泛的話 今天我們是法律人 我是以法律人的身份 在跟你對話 我希望司法院 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拿出一樣的態度 跟專業的精神出來 可以嗎 那回去再跟長官報告 好 謝謝 謝謝委員